最近啊 这个网红鲜豆糕突然就火了起来 看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也去排队买到了 这个呢 是他们家的一个全家福 就是六种口味都有的 这是他们家的一个冰例 店员说卖的也是非常好 是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吃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先把鲜豆糕切开来看看吧 这个切开来以后啊 这个是抹茶红豆的 这个是紫薯的 这个是原味的 这个是肉松的 塞的特别满 这个是蛋黄的 然后还加了一点麻薯的感觉 这个是红豆的 那我们再把栗子倒出来看一下吧 硬硬的 还有点冰冰的感觉 我们就喊大家来尝一下吧 有点淡了 那有味道 那也太小的 它外皮做的真的好薄啊 它塞的很满 馅料很充满 挺好不甜 这个真的不错 它淺姐的太干了 这个蛋黄看起来就很好吃 这好吃 我喜欢这个 它有嚼劲 就是这个好香 这栗子是这样的 就是他说 剥开来以后含在嘴里面15秒 让它慢慢化掉 早晨就放在冰箱了 好冰 他给它打开了一个口子 还蛮贴心的 冰的挺好吃 那很神奇的口感 配啤酒应该不错啊 那我们推荐一个好吃的口味吧 我投这个一票 对对对 像妈妈说全票通过 全票全票 真的很好吃的吧 但他们家是咸口做最好吃的吃 对吧 最不好吃的呢 原味 原味不太新 原味不太新 红豆也不太新 有点干 红豆连红豆的甜味都没有了 但是这两个不甜的 可以适合给老人认识 对的 这个鲜豆糕啊 别看它一个不大 但是六种口味都吃完了呢 我也饱了 大家都很喜欢咸的 像是蛋黄的 还有肉松的 甜口的话呢 它的口味比较清淡 如果你都想尝试的话 还是多一点 小伙伴在一起比较好哦 好了 更多美食师傅和生活分享 赶紧搜索味题兔 来订阅我们吧 下期再见啦 拜拜